項目與符號 在我們編輯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為了條列式的 因素 我們需要做不同的規定 那我們會用到項目與符號 假設這三 三段 我們必須把它變成1.2.3點 或者是前面有個小圓點 我們通常不會使用插入特殊資源的這個方式來進行 因為 這樣子做的時候有一點 呃 有一點小奇怪 正常我們的做法在拍板上面的做法是 直接選擇項目符號 它自己會有 小點點出現 這小點點不是我們用插入項目符號進去的 看我們的左邊接在這裡 它這並不是文字 這不是文字的小點點不是文字 那我不喜歡小點點呢 我希望1.2.3 它就直接變1.2.3 那這個設定在哪裡 除了這樣以外我還有沒有別的設定呢 只有在格式裡面的項目與符號 你可以選擇你需要的小點點 我還是大點點還是 零形的正方形的 箭頭 打勾 假設我們還蠻常看到這個需要這個 確定 它就直接變成這樣的項目符號 如果你不需要勒 不需要請你就在直接在這裡再點一次 再設定一次 按一次項目符號 它就把它去掉 再按一次它又出來 那要不一樣的 設定都在項目符號這裡 你有各種可以選擇 那你也有編號類型 我需要甲乙丙丁 可以選擇 還是1.2.3.4 或者是大鋼模式類似這樣子 這邊有幾個選項你可以去試一下 那我假設 這個 看會不會正確 可以 還蠻漂亮 所以格式裡面的項目符號 你可以做不同的 選項設定 不需要再點一次 再按一次它又跑回來了 特殊設定站 格式 項目符號 有需要可以去熟悉這個功能